批拳四斧是指的 有斧子批开物体的这种能力 打开对方的防御 克服对方的阻力 我们平常打拳 这就撤回来了 这就撤回来了 但是当你手里有一个物体的时候 你绝对不会撤回来 你挂着它就过来了 这就伤害对方了 对不对 这是不是就回思勾肝 勾住对方一点就把对方带过来了 关于行育拳的批拳四斧 很多人 这样是斧子 或者这样打是斧子 其实在我看来 可能不一定对 批拳四斧是指的 有斧子批开物体的这种能力 打开对方的防御 克服对方的阻力 例如我们配合着举一个例子 批拳四斧大家没见过 我这两个手握着两个记号笔 当做一个叫回思勾肝 什么叫勾肝 就是一个L型 大家可以看这个图片 就像挤一样 能够勾着对方的劲回来 所以叫回思勾肝 也叫批拳四斧 我们平常打拳 这就撤回来了 这就撤回来了 但是当你手里有一个物体的时候 你绝对不会撤回来 你挂着他就过来了 这就伤害对方了 对不对 这是不是就回思勾肝 勾住对方一点 就把对方带过来了 是吧 另外有一种可能 对方一挡 我们不往回带 我们往鞋带 对方又挡住了 我们这个地方还有东西呢 这是不是就挂过来 就伤害掉对方了 所以 收回来 收回来 因为你这有东西啊 你这多舒服啊 所以这是西方和东方的区别啊 当然人家西方那东西很好 很优秀 但是我们东方好在哪 很多人他不知道 所以回思勾肝 大家明白了 那为什么叫批拳四斧呢 通过这种方式 对方挡住了 那么我是不是就可以挂开对方的肩架 对方有的时候 这个地方再挡 这个地方再挡 那我是不是又挂开了 对吧 所以他能够劈开对方的肩架 而且是在 不顶的前提下 首先要不顶 要不他不是内压拳 但我们现在练批拳 怎么练 要不好一点的 知道有手臂 但你手臂转有什么用啊 对方挡住之后 你就架不住了 我们是不是不止一次说过身上要转 你这才把对方的劲破坏掉 是吧 所以带了一个这个东西 大家就能看得很清楚 批拳四斧 我认为是 破开对方的防御 对方顶住你也能进去 但是有很多时候 我们手上没有这个东西啊 你再和人打上去之后 你怎么把它带过来 你拉 对方顺着你的劲 打你了 对吧 因为你这是烧截啊 你怎么可能抓得动 对方跟节的劲 所以就需要有变化 所以你看 逝去的武林中 郭云生和尚云祥先生说的特别好 你练对了 那对的和对的还不一样呢 当我们这一接触 我们没法 没有东西 我挂不回来啊 挂不回来 我过去行吗 这不就完事了 对吧 再做一遍 挂不回来 我过去不行吗 一下就把对方撞出去了 所以这又是另外一种概念 身子耍手 或者手刷身子 山不过来 我过去 我们爬山都是这样 所以什么是批拳四斧的 就是你明白了吗 就是和专权几乎一样 破坏对方的防御进去